OK,现在我们在示范的是银箱,银箱的下针,许多人呢,银箱砸针的时候,鼻旁五分好银箱,这针都是直直进去,实际上是不对的,真是挟刺,从银箱进去呢,找到内银箱,这才是真正的银箱,如果银箱这样的下针的话,我们鼻子的堵塞的心情,针下去当场就通了,而且很好玩,你下这个银箱的时候,好,这个这边会通,你下这个银箱这边会通,它反而不是对针,因为这个大上筋是从这边过来走到这边来的, 所以你下这边的话,好,这边会通,下这边的话,这边会,等于是同侧,它会通,那我利用银箱给你看,好,我们有多深在里面,那针一样,因为针起来以后,在皮层等一下,压一下,那就不容易出血,这针也是一样,你看,先拉到皮层,好,等一下,能够几秒钟,好,再出去,再揉一揉它,那这是正银箱的,是标准的银箱下针的手法,那过去很 最多人下针的,值得下针,好,针这样,值得下针去,这是不对的,好,我们现在下针的,针下去以后,沿着皮层,往内银箱的方向去吃,好,这才是标准的针下针,好,所以针,平常我们针下去以后,然后把,拉起来,皮肤这样吃到内银箱去,然后内银箱在这个里面, 好,那这是,示范,银箱穴,我们怎么下针的方式,那银箱穴可以治疗任何的鼻子的过敏啊,鼻窦眼啊,鼻居龙啊,打天体都可以,好,鼻塞,鼻塞都可以,好,就是我们肩颈,对,好,我们有两个用途,第一个,这肩颈就是治疗肩膀的痛,局部,但是我们下的肩颈一定要在对侧的阻塞里,好,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一个,这肩膀,那这个变成是肩膀痛,第二个用途呢,就是我们这个肩颈扎针的时候, 胸腔内部的瘀血,比如说,你怎么要被车祸或意外,撞到胸部以后,里面有胸部瘀血,肩颈都闭起了穴道,下了肩颈以后,一定要下对侧的阻塞里,好,那那个瘀血就会从大便排出去,所以肩颈穴是很有名的,肩膀钻痛的穴,也是呢,这种内装的穴道,好,一般肩颈穴,这个肩颈穴呢,不能重击,硬打的话,重击的话,容易昏迷,好,也不要下太深,你看我这一寸半的深,一寸半的深, 再下一寸半进去,它比较瘦,好,那肩颈穴下在深的话,容易砸到肺,好,砸到肺的话,就违引起肺细中,ok,yeah,她的,这个太太呢,我们下完之间,因为她这个病痛很久了,我们除了高荒穴可以放穴以外,肩膀痛,我们除了下症以外,我们最常下的是后膝身脉,好,这肩膀,她肩膀传痛,那这个病人就好很多,那现在肩膀还有痛,这老伤已经车祸车祸时,今天讲,还有一些旧伤在这边, 那我们对应付这种旧的伤,我们怎么处理呢,证据上面来说,我们用压痛点来放,压痛点来放血,ok,now I press,I'm going to use my thumb,press your shoulder,ok,give me the worst one,this one,put the blue one,right,ok,压到痛点的时候,病人会抽动一下,知道这个是痛点,之后我们要放九针,好,那这个感觉最痛的一点上,我们用点刺, 就是,看,有一点血出来以后,一点血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火罐,火罐插进去,然后放在上面,抽,抽那个淤血的地方,好,do you have any pain here,give me the worst one,this one,ok,它是,还有一个痛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刚好在取环的地方,看见 在肩颈后面,取环穴的地方,好,那我们可以在天底,放,放,如果,吃两个洞的话,那血会比较多,比较快,像刚刚有这个,有一个洞,它出来就比较慢了,ok,这个可以在,在皮肤上再吃一个小洞,这样它出来会比较快,这样它出来会比较快,这样它出来会比较快,这样它会比较快, 嗯,抽它,这样,这个淤血放掉以后,它变成会恢复的很快,但是我们在针灸上面,好,就是针刺的一般的,手法上,好,那放血这种动作,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后遗症,而且,效果会很快,好,肩颈,肩膀,像,都可以放,好,都就是,那我们在尾中也可以放,都是一样的放血的方式,好,那当血出来以后,哈, 那么,看这个颜色,它从,这个浓变得很淡,哈,就,就好了,看这个,颜色变淡了,好,就可以了,嗯,原来是很浓稠,比较,颜色会比较暗一点,然后后来变得很稀,很稀薄,粉红色就已经好了,哈,那这个呢,出来还是比较慢一点,哈,ok,ok, 那它病人还有,这里还有一点痛,好,痛点这个地方,那我们再给它放一点血下去,哈,偶像,景象的地方都可以放,没有关系,好,那我们一样用活换上去抽,那过去的中医呢,是,没有活换的时候,我们是有放,那个,水质, 因为水质呢,它的天性,就是,到了,换出来,把淤血吸掉,任何的动物,那种昆虫类,那种虫类的东西呢,他们都是,喜欢,坏食的食物,所以坏食的食物,生一些甲虫类的东西,那, 那,那个,吸血虫呢,也是有这种天性,哈,那他们,他们,这个,如果碰到人身上的话,他会先去吸这个,淤血的部分,因为淤血对身体来说,就是坏食的食物,好,新鲜的血,他们就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们比较喜欢吸淤血,所以说,过去呢,中医师用水质,好,来吸取这个淤血, 好,抽,看颜色,先颜色,你看颜色,好,它颜色不是很深,都比较淡,因为它这里比较轻,还没有那么重,对,然后把旗下以后,用卫生纸擦一下就可以了,哈,呀,好,开始,的,外面就是Mandarin,OK,OK,我们像高光的放水的时候,从第七这里,好,就是我们两个 肩甲骨下来,这个第七这边,这两个肩甲骨的底端,横一条形,这交接是第七锥,那是第一锥,那第五锥差不多在这个部位,按照比例,那第四锥也是部位,那高光在第四锥下,哈,和第五锥上,三分之二,第五锥上三分之一的地方,外开三寸的地方,大概在这一带,所以让肩甲骨打开以后,哈,John,I need you to tell me,the source bar,that's it,this one,right? - right there, and the same spot on the right side, here,right? - 嗯哼,OK,give me the worst one,this one? - up higher,right up in there,this one,right? - 嗯哼,OK,OK,来,啊,这个变成了两侧都有,so,yeah,right? - 嗯哼,OK,这个放得稍微好。 - 嗯哼,OK,Now,give me the worst spot. - up a little bit,up and in. - 嗯哼,right up in there. - 嗯哼,yeah,yeah. - 嗯哼,yeah. - 这个,这个,这个,出口血的量不大哈,我们在放血的时候呢,这个,如果在痛点放放的时候哈,原色一定要变淡,哈,你从侧边看,从侧边这边看哈,它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倒过来的颜色会退掉,淡掉,淡掉以后呢,就,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罐子取下了。 - 哦,那这是唯一可以治疗背痛,这个,这个就让它痛。 - 否则你这个高空痛,它其他的,它肩膀它这里都痛,都要针灸,我们的尾中线,后细身脉都可以治,但是这个高空痛去不掉,你再怎么下症都去不掉,一定要把这个血放掉。 - 好,这次我有demo一次给你们看,上次我有demo,这次他也是,这个病人是两边都痛。 - 而这个高空痛如果说是我们用火罐来放血治疗的话,几乎当场就好了,放完血它就好了,不用躲到隔间,它现在就好了。 - 好,那你去看这个血慢慢慢慢淡掉。 - 然后呢,因为我刚刚我的手是因为,如果戴手的话,我们抓那个火罐,常常割到套子我的手。 - 我们要取的时候,要小心避人的血,尽量不要碰到病人的血。 - 好,你看这个血出来很多。 - 啊,来。 - 来。 - 那火罐拿下来的时候,直接后面一拔就就抽出来了,哈。 - 抽出来。 - 这就可以了。 - 这个呢。 - 你看这个血出来以后,血就是黑色的,哈。 - 慢慢慢慢的血变成比较淡的时候,比较鲜,比较鲜红的时候,就是可以。 - 没错 included,不是,鲜红盖会确切起来的时候。 - 鸭红。 - 带着尽 zoom,鸭红。 - 长肯定摔着。 - 清晰鱼, פ格红。 - 这是两个太太太太太? - It feels a lot better. - 看这个问题了。 - 召轻能把它弄得更好。 - 把它看得到,好。 - 再。 - 这才是开心。 - 中肯定综妳的筋鞋。 - 中肯定综。 - 中肯定综综, fixed。 - 中肯定的筋鞋。 OK Let's go 治疗它这个肩向强在膀胱筋上面的时候 一般我们的下针的手法 我们的先下尾中 尾中下去以后 先下阴骨 抱歉好 再下尾中 这样的话会加长尾中的效果 实际上真正的我们治疗膀胱筋的虚症 我们是靠尾中 这就是插提肩连转的骨蟹法 的补的手法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先下阴骨 阴骨是圣经的本穴 下完阴骨以后我们再去砸尾中 这尾中这个穴道呢 它是膀胱筋真正模样治病的穴道 哇 那这个我们有个language go down to the beat 这个尾中下去以后 有阴骨在这边就会加长到的效果 那膀胱筋的虚症会去掉 马上就会去掉 好 那手上两边的那个后膝腺呢 就治疗小黄筋的虚症 那向强的都会一起砸掉 好 那拳头痛的时候啊 我们要下针下摆绘 摆绘是正确的找法 你过来一点从这边拍 嗯 正确的找法从鼻子这边一条线沿线下来 到这是一条线 然后耳朵呢 耳朵你翻起来哈 好耳尖的地方呢 你手摸到耳朵的尖在那地方 心里加长一条线 那跟正中线的焦点 这十字焦点 那这个找到这个十字焦点后 好往前一点点就可以摸到这个凹洞 那就是摆绘 那 平常呢 我们下摆绘的时候摸到这个凹洞 我们针往摆绘前面一点 前五分的地方 然后下针 盐皮刺 刺到摆绘 这就是摆绘 那摆绘是治疗 拳头痛 那现在这个病人就是整颗头在痛 好 痛的时候他感觉好像那个血管在崩张那种痛 好 就是我们的摆绘 拳头痛的时候我们砸永泉绘 永泉绘砸针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先先把一脚一握起来 你可以看到人字纹 一个人字的纹 在人字纹的正中间就是永泉绘 好 永泉绘是这条拳头动最好的绘绘 好 那因为这个绘绘很痛 所以我们针按用力一点 马上打进去 这样的话痛就会少很多 好 这是永泉绘 因为这脚 因为我要放它下这个七五针 它现在这个膝盖头 它常常会 好像感觉到说 膝盖有时候头被锁住了 不能弯动 那我们下西五针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西五针 第一针就是鹤点 第二针呢 是我们的西眼 好 从西眼这边下针 那西眼针进去以后呢 我们针针下进去以后 我们要用雀琢素 就是手按到针 针柄这边 这样点刺 好像麻雀在吃 吃那个米粒的 好 在膝盖这边 绝对不要 去 这个连转 用直进直出就可以了 针进到膝盖进去以后 是用雀琢 那这个针和这个针 几乎成九十度 刚好在里面交接成九十度 不是平行这样下 而是这样成八字形的下进去 好 有雀琢 然后我们再下 英灵圈头 杨灵卷 这个西五针呢 就可以制 所有的膝盖用品 再来我们砸正西关 英灵圈呢 往后一寸是所谓的膝盖穴 好 我们下膝盖 这个膝盖是治疗关节的问题 继续录 它那个头痛 头痛的硬件法 因为这一圈 我们没有办法下泳穴 那我们下太中 干净的太中穴 太中穴 太中穴在 这个是形阶 形阶上一圈 在大指第二次的中间 这穴道叫太中穴 太中穴呢 这个穴道 对头痛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肝筋呢 它落到眼睛的后面 所以肝开掉这眼睛 所以我们用太中穴 这个一下穴的时候 脑部的穴的压力 就会往下走 那这个对它的头部 也会头痛 帮助很大 那它这个头痛呢 跟据它所言是 它一痛起来 血压就会比较低 血压比较高 可是呢 它以前都没有 这个高血压的时候 都没有痛 那就昨天开始痛 这个 中间是按照症状是治病 不管你头痛 有没有头痛 那按照症状来治 里面的病可能是高血压 或是什么问题 好 你感觉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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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人呢 他是因为 17年前而出车祸 车祸 有个脑部受伤 因为他右边整个瘫痪掉 他们下车下摆毁 摆毁去的时候 我们从鼻子里边开始看 一路下到头领子 这个耳尖呢 交位点 然后不交位点呢 往前五分的地方 会有个凹洞 这是我们常常用的白灰穴 那治疗脑部的受伤 这个白灰穴 是一定要下症的 这个白灰穴 来 那这个 我们还有两个通天 这我们让脑部 淤血能够排水 还是要通天穴 那白灰穴 就外排一寸半黄 前五分的地方 所谓的通天穴 那平常通天穴 我们可以用来 这种鼻痘炎 好 然后也可以 让鼻子通天吧 好 但是是一张通天穴 很好治疗 那个 任何的意外伤害 任何的意外伤害 这个通天穴 那 我们吃到手上的时候 右边是瘫痪的 大部分我们用透针的 透针鼠 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手 手是握到的 那么透针下去的时候 我们是从河骨去的 好 这种三寸的时候 河骨要透到后细血型 那这个透针的时候 手就会张开了 这可以控制他的手 开合 你看手就会 好 慢慢慢慢放开 就会打开来 手就会张开 那 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用来 这个重针 也可以把脑部受伤 那这一针呢 是 外观的透内观 然后手上这个 曲齿 好 我们有所谓 中风七大炫 歹慧 坚 曲齿外观 这是 上面试的 上面省上 现在试不去吧 那像这种脑部的损伤 一样 我们是用着 用到重工的治疗 好 来说 手上三个大炫呢 坚义 曲齿 外观还有头上的百贵 就是四个的 腿上这边呢 好 在这边 腿上这边的话 我们下个风似 风似穴 这个风似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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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透进穴 要砸到骨头旁边 好 三寸 下个骨头旁边 那像这一腿的 我们羊银腺 多了一年穴 都是这种长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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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穴 一个针来拖两个穴 才可以 控制 刺激它能够神经 然后 护住 它的 运动量 它能够比较能够控制它自己的身体 好 这边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掘骨 好 来透到 三寸家的地方 看 刀过去 来 这个 我们建设砸完的时候 我们要把对侧 它绷开 像如果它绷得太久的时候 手弯起来 这个针就会弯掉 随时 我们随时要注意这个 羊 这个 外弯穴 这种食物的影响 没有关系 我们就让它手 握到 下针 这样它针比较不会弯 针弯掉以后会比较痛 好 这是 右侧 我们给大家 好的地方 针灯 我们针灯在做的时候 建策也要下针 换策也要下针 好 那 它是你才会平衡 你不能只扎一边 那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在扎针的时候 我们常常的 建策的这一边 实际上是治疗换策 换策那一边实际上是检测 不是 用对称的资料 这都是外观透灵魂 这能够 它能够 好 我们所谓的生死观 能够让它三角系统 非常凶滑 非常快速 那我们脚上的呢 一样 我们用三寸针一下 好 嗯 这三寸针呢 嗯 这个大嘴 封饰的地方 这个封饰 封饰 封饰蟹直接向到大嘴骨头旁边 好 好 好 这个羊银犬透到银银犬呢 好 用这个 三 这两个骨头 做底边 成个底边 然后做成一个三角形 好 做三角形 在这个身上去以后 一路 从羊银犬透到银银犬去 透到这边 来 这种角度透的话 不会碰到银银犬 不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产生这个 瘀血的现态 哎 哎 这部银犬呢 好 我们到左边 这个 血骨 好 血骨透 透那个三寸针绿 就是一样 从这边透过去 那这是我们治疗 癱瘫痪的时候 用的 好 它变成现在绳子清楚 所以会涌泉就不下 如果它绳子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还有下涌泉 那在这个地方呢 那它讲话 很不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帮它 多下一身这个 这个 这个 贴出血 好 你照过来 好 这个贴出去 我们下针的速度 好 你看 这喉咙这边下针的时候 我们针针直得进去 好 直针进去以后 这个我们不能够直接穿过去的 一定要贴到喉咙 好 贴到喉咙往下 往那个胸腔走 好 不能直得下去 直得下去 直得下去会砸到十道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它讲话 好 还有一个呢 它舌头 讲话的时候不是很清楚 我们很有名的一个穴道 叫连玄穴 这个连玄穴呢 你在这边看 这个连玄穴我们下针的时候 去拉拉舌头讲话 取卸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下巴这边 这个拇指 来 丈量这个穴道 就在后头下方 然后这个 丈量到这个穴道以后呢 就会找到 找到 真相的方向 对着舌根 好 所以这样子下不对 一定要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相对于下 下个舌根的地方 好 然后可以让它 去舌头跟我讲话 好 我们现在下那个 风斧穴 风斧穴 风斧穴呢 在头后脑勺下骨头 两个大筋的中间 好 这个风斧 下去以后 如果我们是对着 那个 两个骨头的骨缝 两个骨头中间下进去 好 可以下伸到 一寸半的距离 那 每一个人的 胖瘦不一样 好 胖的人可以多下伸一点 没有关系 那 来 它这个 脑部的受伤 好 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 肾足脑 好 肾 那我们从庞高筋的肾书去 下伸 那 我们一般来说 阻力上面 我们是来调理 这个肾 肾经上面 好 那肾的肾 肾书还有经门穴 肾的墓穴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像是我们最常用的 尾宗跟阴骨穴 圣经的本穴呢 是我们这种 是尾宗 就是阴骨穴 我们再找尾宗 尾宗是胖胖精的补穴 胖胖精的补穴 然后补穴的时候 我们擦蹄 那这膀胖精的 会从脚一直落 一直落到头上去 好 这都是让它能够 比较能够控制四肢 的方式 那我刚跟大家介绍过 这种治疗方式 我们可以同时 不单单是脑部受伤 引起的半边瘫痪 那个 中风的人 我们也可以使用 那下面这两只很重要 我们砸这个 成山去 成山去的时候 一定要在这两个 肌肉的缝的中间 肌肉缝的中间 它还有骨头 好 颈骨在这边 在我们要下针的时候呢 要从这个肌肉缝 对着对面的颈骨 颈骨 手摸到这个颈骨 大概知道方向 然后这针下去 一直砸 正好砸到这个颈骨上 砸到这个颈骨上 砸到这个颈骨上 它脚才会动 才能控制它 脚掌能够上下 这样动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砸成山蟹的时候 好 这是小腿恩文基的 人之文的中间 那这个针下去 砸到对面 对面的那个颈骨上面 好 砸到以后 这个 让它这个 成山蟹就是让它 脚非常有力 同时可以控制它的脚 小的那种上下的 癌症 比较能够控制 OK OK I'm going to use mandarin OK 你们看下 它上面有个肿瘤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肿块 OK 这个肿块 那这个肿块呢 你看移动 你可以看到的 任何的肿块 它是如果可以移动的 它表面是很平滑的 但不是癌症 It is not a cancer OK 那我们呢 我们是那种脂肪瘤之类的 我们 时候把那个肿瘤 肿块这样抓住 抓住 抓住以后那个针呢 这样子打进去 打到 肿块的底下 直接找到肿块的底下 那在它肿块底下以后 开始 我们叫暴刺 就是 八方 八个方向各自 各自一针 好 那 嗯 各自一些 就是四面八方那种刺它 那刺的时候最好刺到那个肿块的边缘上面 好 那刺到那个肿块的边缘上面 好 那刺到那个肿块的边缘上面 然后 通通吃完以后 通通吃完以后呢 回到正中心 正中心 留到 好 这样可以拔出来 好 那留一点 让它出点气 所以表面时候看到一点点 血 让它出一点气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抱刺法 好 抱子的抱 那这样是任何的肿块 皮块 但是癌症呢 我们不是这样子吃 好 这一般的不是癌症的肿块 我们可以这样吃 好 OK 好 开始好 我们下针的时候 我们养老头见识 一定从这边下去 那见识却在后面这边 这个 好 我们这个 这个大鳞呢 上三寸的地方 所以我们 is that fruits from the other day 所以我们这一针要从这边 下到这边出来 但是你针不要砸住皮肤来 好 我们从这边往下针 好 OK Stay still OK 那在 砸针进去的时候 我们先脸针 然后针提起来 真提起来 然后的时候 心里想 心里想 这两个心在中间 见识 然后这个斜刺 它到这个角度 30度的角度上 然后从这边方向 对着对面戒指靴的方向 斜刺进去 很强的指刺 好 变得会很强的反应 好 有 连一点针 马上就取出来了 人生关节痛 红肿痛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到 督脉 第六嘴 好 但是督脉第六嘴 我们怎么找呢 像这个太太 因为她 背上开不高 你看到 她是很多背痛 而且我们治病的中间 状况很好 那我现在要治她的整个脊椎骨 尤其脊椎不痛 也必须要在这里加深 那我们所谓第六嘴的 这个灵台穴 我们从两个肩胛骨最尖端的地方去到点以后 中间画条线 它就会跟脊椎骨独脉交接 交接这一点就是第七嘴 那第七嘴往上一嘴 你可以摸到 上一嘴的话是第六嘴 好 那我们平常下针的手法呢 是用两个手指头把脊椎骨抓住 好 拍摄看得到 好 抓住这样 这样掐针 那这样的话针不会跑到旁边去 那这一针是直接砸在督脉上面 砸到脊椎骨上面 好 碰到脊椎骨 吃不进去的 好 碰到脊椎骨就可以了 这是第六嘴 所谓的灵台穴 那灵台外开一寸半 就是我们的督书管整个督脉 好 灵台管我们的脑部 好 那我们掐督脉的针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下 好 这是一寸半的地方 针灸道身上面是一寸半 我们是从一寸 一寸半的地方去鞋齿 好 这就是所谓的 都苏穴 那这个苏穴 都脉的运输 好 枢牛 都在这个整个 它给总管整个都脉 好 所以脊椎骨 头部 相部 关节痛 它统统可以治疗 那这第六嘴 我们平常在诊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诊断用 如果第六嘴有丫痛点的话 一般都是我们西医所谓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癌 然后在这里会有压痛点 好 那你把它治疗了 压痛点的 痛没了 它对血癌就好了 好 因为 这个人是捕头 全身骨鞋都有问题 脊椎骨鞋开过道 所以我们会去砸肾酸 肾酸穴 肾酸穴呢 在酸上是肚脐 好 正透面 好 踢实实 就是地实实 随外开一寸半 找这样子 这样子找去 你会找 不容易找 所以膀胱筋是多气 多血的 对 非常多气的 好 一个经过 所以膀胱筋的经气很高 所以我们正常 背后这两条肌肉是停下来的 当你手摸到这个肌肉 一直下来 哎 到这边沉下去了 就好像摸到 从高山的灵蟹 一直想 哎 现在到了深谷里面去 这个就是肾酸 好 你这样子找去的话 就不会错 那 从第十四 十四锥以下 我们下阵的手法呢 都是可以直径 上面就是斜翅 好 往右左右斜翅 我们现在是直径 好 那 我们砸肾酸的时候 好 就砸 你摸到肌肉骨下来 好 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肾酸穴 好 那 不用砸很绳 好 不需要 稍微砸一寸 好 就够了 那 肾酸的书血 我们叫鱼木治疗 鱼血呢 就是这个肾 好 那 木穴 圣经的木穴 就是肾酸的木穴 就是金门穴 金门穴 在这里 你像从旁边摸着肋骨 肋骨的尖端 尖端到处 就是金门穴 金门 所以你不用说 怎么开几寸 开几寸 反而会弄错 金门穴 这样的话 好 你用 这是我们最古老的手法 叫度骨法 这个就不容易错 好 不容易错 这个话 这样子我们就砸到金门穴 这是鱼木治疗 他们治疗他的肾脏 那针灸在做 做针灸的时候 我们有补蟹的手法 那在这种鱼木治疗上面 我们不做补蟹 好 这种上面 我们没有做补蟹 这个膀胱筋的母穴的时候 这个微中穴的时候 我们会做补蟹 那补蟹的手法 我们平常 我常常做的就是 把插体跟连转在一起 然后膀胱筋的经济的走的方向 是有上往下走 所以我们往这边快转 回来慢慢转 这是顺 顺为补 对不对 还有呢 插体的时候 我们是很快的按进去 慢慢提起来 这就是补 那把插体跟连转 放在一起的话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很快的按下去 然后慢慢慢慢的提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提起来 提的时候再连转 然后很快的按下去 慢慢慢慢的提起来 很快的按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补蟹 好 那这边呢 刚好是 这边呢 我们刚好是反过来的 好 我们找尾中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先找银骨穴 银骨是圣经的本穴 来 砸到本穴以后 我们再去砸这个 母穴这样的话 会增加 可以利用圣经的精气 来增加膀胱经的气血的流畅 好 这就是膀胱经的母穴 就是尾中穴 病人会像触电一样 好 我们很快的提起来 慢慢的下去 这是补 来连转 好 你慢慢慢慢提起来 很快的打下去 慢慢慢慢提起来 很快的打下去 很快的打下去 这是补的 好 那一边配合连转 好 砸完这一盒 稍微提一点 提一点起来 叫提鲁豆去 因为点点性 豆是那么大 这就是我们的补的手法 好 好 对了 OK 就是Lose thi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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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帮他指 那个眼睛白脸是吧 指白脸症 我们针究的穴头 第一个是我们养老穴 养老穴 养老穴 平常我们是扎养老 直针养老 这个养老穴 那我们如果这个养老穴 是对眼科非常好的大剧 那我们指条 手关节扭伤的时候 或者是主腹的时候 现在是讲到Cupoturnal 这种东西 我们就需要用养老透镜 那我们扎针 那我们扎那个白脸上的时候 不需要 就直接在牙刀上 扎针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个呢 臂老 臂老穴子对眼科非常好 就是手臂肌肉下方这个 正肌肉正下方这个穴道叫臂老 好 那 对不对 也是我们眼科的 送发的穴道 脚上呢 我们有光明穴 光明穴跟外海五 上五寸的地方的光明穴 好 那我们先摸了 上三寸 骨头 从这个外套上三寸 骨头凹进去的地方 然后再上两侧 光明穴 那就大骨的外侧 这边 也就是说在 这边有个我们进骨 那进骨靠 往主眼胃经的方向走的地方 上一层 光明去 好 光明 顾名思义就是让眼睛大放光闭的意思 好 那到这边我看 好 这边呢也是一样 我们从外怀裸 好 外怀裸这边走按着骨头上来 到骨头凹进去的地方 这就是凹下去的地方 这就是掘骨穴 那掘骨穴 这就是三寸 再上两寸 这是我们同生寸 用骨来葬两 那在两寸的地方 差不多在这里 那针针直针进去 你如果砸得太过下面的话 碰到骨头 好 在骨头旁边 不要贴到骨头 骨头稍微出来一股 好 这是我们的光骨穴 这个养老穴呢 这边是养老穴 然后这个是 右手的养老穴 然后我们再 右手的 壁老穴 ok 这个壁老 这个都是我们 非常有名的 养科大穴 对我们像河谷呢 是想 先让他头好 脸部呢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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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一下 面口我们终于就是 我的面口和骨穴 好 那脸部 看 口部的地方 你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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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yes this let me let me change the position ok stay still stay still stay still ok ok 好 到把技 进去一寸半的地方 就是投灵器 我们要在压 压指头在压的时候 可以摸到一个凹洞 凹洞摸到了以后 我们这个针从 洞的前五分的地方 眼皮一次 眼的头皮 刺到凹洞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投灵器 那投灵器对眼科 眼睛来说非常好 主要的 除了只要眼睛的 眼睛的问题以外 主要是用在内眼 就是我们眼睛 风一吹眼睛一支流泪 好 一直下来 它会打劲内 一寸半 左右 盐皮一次 刺到我们的穴道里面去 来 我们在搭 精灵的时候 好 好 下入肌面的时候 下入肌面的时候 这边吧 在这边 排这边 好 好 我们 OK concentrate your feet relax OK 我们砸入肌面靴在眼睛旁边 我们这个不要用针管 我们用手指头 把眼珠子搬开来 搬到后面来 轻轻的下针 就可以砸到肌面靴了 好 我们就 对 你跟着我走 那我们扎 右眼的 是这样的 左眼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是左手右手 所以说 我们会用不同的姿势 先扎这个眼的时候 我们人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右撇子嘛 好 这个眼珠子 把它搬开来 下针下进去 然后 好 正好这个穴道 就在眼珠子 跟骨头 中间的地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针太阳穴 太阳穴在眼后 后面凹洞的地方 好 太阳穴 不用下很深的针 因为这些穴道都相当的浅 好 那这个太阳穴也是一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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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